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诗里头它就出现了 捉刀带笔这四个字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 新春特别节目 书本里的年味 喜庆故宫 二十三 唐花毡 二十四 扫房子 二十五 磨豆腐 二十六 去买肉 二十七 宰公鸡 二十八 把面发 二十九 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小学六年级宇文课文 故宫博物院里这样写道 太和殿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 皇帝即位 生日 婚礼和元旦等 都在这里接受朝贺 那么历史上春节期间的紫禁城 除了接受朝贺 还有哪些风俗 皇帝的假期又会如何安排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 新春特别节目 书本里的年味 今天请到我们小院来做客的 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 葛建雄老师 你好 还有故宫博物院 同事宫廷生活研究的专家老师 院老师您好 两位老师过年好 咱们相继在小院当中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我们给电视剑园的观众朋友们 送去一份新春的祝福好不好 那好啊 好 太好了 我就借荣乾隆皇帝一首诗 春送来一门喜庆 天赐于两字平安 既然你借荣乾隆皇帝 我也借荣他的一幅生年 亿万人争亿万寿 太平年子太平村 太好了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场你是准备了非常精美的点心 这好像是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宫廷点心 是吧 对 当年就是在紫禁城里面 但是晚上年夜饭 他都要把一些的年节桌 年节桌上就要有甘果 有点心 还有年年糕 这几片点心都是玉茶扇房做的 还有做成柿子 柿柿如意 柿柿大吉 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瘦糖 就是您说那个亿万年增亿万寿 尤其金年因为是牛年 牛年 它这里就有牛 有金牛 还有如意 牛年如意 太好了 感谢你啊老师 你知道这个我们能不能品尝一下吗 可以啊 柿老师 您先您尝一下 您看 对 铜呢还尝得小一点的 对 好 您尝尝这个 里面都有馅的 哦 有馅的 哎 那这皇帝过年 请不吝点赞 definition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包括节气也吃饺子 那过去皇帝那宫院那么大 那饺子做出来 怎么能保证它热气腾腾地 端到这皇帝面前 这就是宫里的 另一个特殊的地方 因为一到腊院 就开始放炮了 皇帝走一个门 他放一块炮 所以这个御膳房 就听着这个炮声音来煮饺子 就估计皇帝到了哪 一个由远到近 御膳房厨师有经验呢 听着快来了 赶紧下锅饺子 很有经验 很有经验 他刚刚坐下来 坐到这个前庭宫里 招人店里边 这个饺子正好出锅 端上来 得卡着点 对 那么还有人要考虑当时的情况 比如我们现在有什么事 一个电话 或是发个短信 那么那个水没有 什么也没有 那么所以你看吃个饺子 都要放那么多边跑 那么是这样起到一个控制时间 对吧 那说到这个热气腾腾的饺子 都端到皇帝面前 吃完饺子之后 皇帝这新年第一件事 会做点什么呢 有一个风宝 风笔 有个这个仪式 风笔仪式就是年三十 不干 写完了符字 写完了符字以后 把笔就封了 印就不用了 他要休息了 他也放假了 但是呢 没有几个小时以后 他又开始开笔了 开笔仪式 对 他又开笔了 所以这个风笔和开笔呢 其实就隔几个小时 但是呢 他也表现了一个皇帝休息了 不处理正事了 我们小院呢 今天专门有准备了一段小片 咱们先读为快 好的 先初步了解一下 好 明川开笔的仪式 始于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后来将它设为定制 举行仪式的地点 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养心殿冬暖阁 拿那个阁段 阁扇 兼避出来的一个小骨子 就一个窗户 这么大的一个小骨子 将近此时 皇帝坐到明川前 亲自点燃玉竹长吊 白玉竹台上的蜡梁 把图酥酒倒入金欧永固碑 手握一支刻有万年轻字样的毛笔 先占朱砂 后占黑墨 郑重书写下新年的第一笔 写完字 皇帝双手捧起金欧永固碑 饮下图酥酒 今天我们小院专门是准备了 这个笔墨纸燕 要不咱们边笔划着 边聊聊这个 明川开笔好不好 好 那笔子吧 对 请 咱们这边请 到这边来 对对对 来 两位老师请 放着紫笔 就是皇帝的这个开笔室 他有什么讲究在里边吗 他签呢 把这个竹台点上蜡烛 结果有个美领 倒上图酥酒 拿着毛笔呢 在蜡烛上熏一下 就开始写了 这图酥酒是 好像很耳熟 但又很陌生 图酥酒 所以有两句诗 暴露身中 一岁续 春风送来 入图酥 什么叫春风 入图酥呢 放了暴露 那么这一年过去了 新年怎么来呢 昏暖的 图酥酒 几下 入图酥 就是呢 最后呢 要喝图酥酒 平时我们喝酒 要签令老人 但图酥酒是相反的 图酥酒 从小孩开始喝呀 年老的是最后 就是图酥酒 小孩子呢 喝 那么在年长 长一岁 长一岁 那意思留住老人 所以老人留在这边喝 那小孩子呢 那他快快成 那么先什么 就这么 所以呢 苏东坡的地理书寸 他就有所思想 年年最后 喝图酥 印图酥 不见年来七十余 平时我们总是真老 现在老子学 就喝图酥酒 倒过来 老人 这里要喝的话 是你在后面 还是我在后面 还是我在后面 您最好 那这开比仪式 是缺不了图酥酒了 缺不了图酥酒 那几 但过年嘛 我们也想请 格老师 为我们节目组 要不提几个字 将一份祝福 送给我们 送给观众朋友们 好不好 好 格老师 请吧 要写什么呢 写几个字 请不吝点赞 我 有 请不吝点赞 你 需要 请不吝点赞 你 很有 需要 可 不吝点赞 Geme 我 也 和手片 三清 眼睛看着先尝尝 闻着也香 喝起来像清大型的 三清茶 我们刚才说了 宋子人 美好伴 和手片 它与一的最寒三有 对文人雅士的一种尊称 咱们今天也是有茶有点心 不我们也是边吃边聊着 好 来 老师来一块 好 谢谢 我自己再来一块 在宫里什么都这么讲究 那它这个泡茶的水 宫里头是日常是喝一泉山的水 到这一天不喝泉水了 它是喝去年第一场雪 泡茶雪把它扫起来埋在地下 在茶宴的这一天 要把它拿出来烹散 雪水泡茶 很用心 很用心 也很惊心 然后请大臣们来喝茶 对 好多人都想参加 对 对 皇帝在一起茶宴 而且又一起作诗 让皇帝在皇帝面前 表现自己的文采 这个是很多人愿意做的 表现一下自己 表现一下 这个题目本来是在茶宴当场要出题的 后来可能大家推测 可能是乾隆上了年纪以后 河深早就把这题目给透出去了 对 对对 那些个就是文化太高的人吧 请别人做了诗以后揣到血口里头 茶宴来的时候就把它展出来 乾隆皇帝也知道 在诗里头它就出现了 捉刀代笔这四个字 就证明是有作弊的了 实际上有的时候 是把它作为一种荣誉 荣誉 能够参加 而且清朝有些先例的 清朝大概是康熙 还是雍城年间吧 有一次祖考官 祖考官以前都是一番学问高的 这次因为将军立了善功 那么要给他个荣誉了 这次你去做主考 当时那个家就怕了 说奴才不是智的 你怎么交集 说主考官 皇帝就说很容易 下面还有很多考官 他们跟你批卷子 批卷子的时候 文章写得好的 它就上面加圈 红圈 红圈 比如说这记记也好 它加圈 那么圈加的也多了 说明这文章也好 那么你就数 数圈 谁的圈最多 你就第一名 奴才是这个会的 那突然就照他做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诗呢 也是 有的人说 有的人叫他背 他那背都背不错的 实际上有的写 那写一样 到处拿出来 他想 全让自己呢 我们就讲他 中国历史上 最高产的业余诗人 但是他流传下来的 你知道四万八千首 写多少 四万八千首 四万八千首 人家算了 平均每一天 要写一首 没想到我们从一个茶宴 竟然聊到了这么多有趣的小故事 两位老师要不要再品一下茶 好的 好 来 那这在宫里过年 是不是也少不了美食 有啊 今天小月啊 也是特别给我们准备了宫廷美食 咱们要不要去尝一尝 那当然 好呀 好呀 请两位老师 走 你辛苦了 又来了 又辛苦了 欢迎来到御膳房 哎呀 真漂亮啊 我们的特级大厨 给我们准备的 一定是跟平时不太一样的 不一样 那顾大厨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今天是什么美食 今天咱们特级师 记得一个新春大吉 这么一个四联菜 这菜色上面是摆了四个字 对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叫的素页 素页什么 食材是什么呢 是白萝卜 这是萝卜 对 那么这里面的主菜是什么 下面的 那么其实这个呢 是新字金银鸭 金色的鸭肉卷 还有银色的鸭肉卷 里面是鸭肉卷 这个呢 这是春子食锦鸡 食锦鸡 那这道呢 是叫大子三仙鸭 鸭肉 有笋丁 蘑菇丁 还有一些青豆之类的 有点像我们上海菜里 八宝拉酱 有点 大宝就各种东西 那单餐呢 有肉丁了 没有那么讲究 那么以及什么花生 什么的 这个 因为皇帝洗食鸭嘛 也是 鸭肉它肯定少不了 鸭肉是它食材中最主要的材料 对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提子烧海参 那这个海参了 对 主要食材就是海参 那么连起来就是新春大吉 感谢大臣 做得漂亮 也一死吉祥 对 非常不容易 咱们别光看着了 咱们一起品尝一下 好吗 董老师 那过去宫廷菜 这皇帝就是 尤其是年菜的时候 一定要在上面摆字 是吗 对 他就讨一个豪彩口 其实他平时呢 也不摆字 就是过年过节 根据这个 新春吧 写新春大吉 要是中秋呢 中秋快乐 这个皇帝洗食鸭肉 也是传说下来的 还是有记载 有记载的 有一年呢 乾隆48年正月 一个月的时间 乾隆皇帝我数了 吃了48样鸭子 鸭子的做的菜 48品种 你想一天一种 又是一天两种 那在过去宫廷菜当中 是皇帝想吃什么 就能吃到什么吗 其实不是 其实看膳丹里头 能看出来 其实不是 因为他根据季节呢 有这个石棺在指导 根据皇帝的身体 要给他调配领吃 而且皇帝也不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你去看了 我记得图一 写的那个 我的前面上 就讲到他小时候 有的是甚至饿肚子 为什么呢 他一定要根据规矩 有的是主宗规矩下来的 他比这个东西 原来菜单里没有 你也不能随便 皇帝想吃什么 就是 所以他也另一方面 受到这个 洗手制度 各方面的优势 我们也今天再次感谢一下大厨 给我们带来的美味佳肴 也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的故事和知识 那我们这次的节目 到这儿就即将要结束了 那结束之前 我们还是给 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送去一份新春祝福 好不好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菜色 祝大家新春大吉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这期节目 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再见 再见